长龙航空纽西兰及机师感染新冠肺炎还啪啪噪 导致台湾再度出现本土个案 事情传回纽西兰引来大批网友痛骂丢脸又自私 纽西兰电视台湾news大篇幅报道 机长在接触史及旅游史方面撒谎被罚1.5万美元 纽西兰网友在连接底下留言 台湾政府应该罚多一点罚款完再关起来 或是罚个5万美元外加撤销护照 部分网友更狠批真丢脸愚蠢又自私 这名机长带着病毒在台湾北部漫游 也引起民众恐慌 指挥中心只公布三处足迹 前署长杨志良痛批陈世忠 人民应该有知的权利 感染专家也觉得该公布就应该公布 导致台湾防疫网破口的纽级机师目前在隔离病房已经情绪稳定 并澄清接受罚款及长荣的免职处分 但自以为是的高态度几乎是他人健康的心态 才是按765应该要好好翻新的地方 记者董荣俊产南台北采访报道 中立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